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九章已经讲到多段的传输线电路 这个段我写错了 就是写成这个段 多段的传输线电路 那么后面的13 14 15呢 其实我都讲了 都讲了 但是效果不太好 因为史密斯原图 他打在这个荧幕上面 看不出来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呢 因为效果不好 所以我就不把它显示出来 那么各位就自己看讲义就好了 那么我以后把这个史密斯原图 我每一张都用一个简图 就是说只要用到的X圆跟R圆 把它画出来就好了 其他的圆都不画 那么这样子的讲来讲呢 就会讲得很清楚 那现在要怎么样用电脑来画 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 所以目前呢 我们就13 14 14 15这几节就麻烦各位自己看讲义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那我们现在呢 就看第十章 第十章 第十章介绍的是 波导 跟空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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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空腔 携正器 就是Waveguide 跟 Torx 跟 Cavite Resonant 這裡我一共有分桌 十六節 我們每一節都會講到 我們先看序論 這裡就介紹一下 我們的島坡器 或者我們稱它叫做坡島 我們在坡島裡面傳播的電磁坡 我們可以分成以下的三種形態 第一種形態是橫電磁坡 Transverse Electromagnetic Waves 簡稱叫TEM Wave 這個橫電磁坡就是說 這個電磁坡的電場跟磁場 它都是在傳播的方向垂直 在傳播的方向上面 電場跟磁場都沒有分量 這樣的電磁坡我們稱它叫做橫電磁坡 第二種叫做橫磁坡 Transverse Magnetic Waves 簡稱叫TM Waves 橫磁坡就是說它的磁場只有橫向分量 就是說跟垂直 跟行進方向垂直的 那麼在行進方向呢 磁場沒有分量 但是它的電場有分量 第三種叫做橫電坡 橫電坡簡稱叫TE Waves 那麼電磁坡裡面 電場只有橫向分量 沒有縱向分量 但是磁場它有橫向分量跟縱向分量 本來它們都是橫向分量 現在它也有縱向分量 這是三種坡 就針對這三種形態的坡來介紹 那麼我們首先要介紹 原電這個電磁坡 原均勻的坡島 傳播時候的一般特性 我們坡島將來會分成 比如說平行版坡島 矩形坡島 圓坡島 以及借電磁坡島這幾種 但是這幾種裡面它有一種 電磁坡有一種一般的特性 一般的特性呢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做一個介紹 那麼我們看這個圖 這個就代表任意的一個坡島 它外面這個是金屬的 金屬的管閉 那麼這個是它的一個橫接面 那麼我們把坐標呢 坐標軸這樣子設定 Z軸就是電磁波傳播的方向 圓Z軸Z軸傳播 那麼X跟Y軸啊 它是在橫向的界面上面 就是說跟電磁波傳播的方向 垂直的方向 XY軸 好那麼 電磁波在裡面傳播呢 它會有傳播常數 傳播常數我們根據 從前我們講 在一般界子裡頭的電磁波呢 那麼它會有時數部分 跟虛數部分 我們仍然是 就說傳播常數 仍然是這個樣子的 好那麼 我們假設這個波呢 它是一種 時間的邪正形態 就Time Harmonic Waves Time Harmonic Waves 那麼這個時候啊 它除了有這個 橫界面的 因為橫界面它有 有boundary 它有界面 所以界面呢 將來的波啊 它一定要符合於界面的 連續條件 所以波跟X跟Y啊 坐標有關係 那麼圓Z軸呢 是一個 我們假定就好像是無線長一樣 那這個時候波呢 僅僅只有這個分量 波就是 只有這個因子在裡面 只有這個因子 OK 那麼這個是它的時間 時間的因子 那麼我們把這個 Gamma的α加Jbeta 帶進去 這個就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於是我們就 現在以笛卡爾坐標 作為一個例子 那迪卡爾坐標裡頭 電場 它的向量式 時間我們先 就說先不考慮 向量式呢 可以分成這兩部分 相乘 這個就是說 這個上面 打一個0的 打一個O的符號 這個就代表說 這個量是在橫界面 跟橫界面的坐標有關係 就是跟XY有關係 那麼 這一部分就是說 跟Z坐標有關係 因為它是朝Z軸傳播嘛 它就可以由這個 兩部分所組成 那麼它的斜正形態 那就是把這個 向量形態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就是這個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就是變成這個樣子的 我們取它的時數值 這個就是它的順時的 一個斜正形態 好 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講過 電場或者是磁場 我們這個H場跟這個一樣 那麼上面打個O字的 就是與接面坐標有關的變場 如果H的話就是 就是有關的H場 有關的磁場 向量 好這個向量 我們可以分成 在低卡兒坐標 分成三個分量 一個是X分量 Y分量 跟Z分量 那麼這個符號E下面都打了 EX EY EZ 這代表三個分量 OK 時場 也是相同的表示法 向量式 一般向量式 因為XY 它有Boundary 所以這個地方要跟Boundary 它是什麼形態 跟它的 界面的連續條件有關 所以我們要特別去求它 那麼這個就是 圓著Z軸傳播的 這個因子 OK 那麼這個是 它的斜正形態 那這個是 乘上Exponential JωT字方取實數就可以了 那麼 H的 這個 橫接面上的分量呢 這個O應該打在上面 可以分成這三個分量 OK 也是分成三個分量 好 現在我們要解 解電場跟解H場 那我們就用這個式子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講過的Homogeneous Vector Helmerholt Equations 那麼 這叫做 其次向量 海姆霍赫之方程 就是這個方程 就是這個方程 我們在電視播 前面的電視播都講過 所以我們就直接寫出來 好 那麼這個K呢 K就是代表 Omega 乘上根號 muY 這muY 要看你 裡頭的介質 是什麼介質 那根據介質而定 好 這是 就是 我們 假定它的波 都是這種形狀 向量 向量型態是這個 那麼我們 就解這個Homogeneous Vector Helmerholt Equations 要解電場 跟解H場 這個 就是根據我們從前的經驗 就是我們在解電磁波的 平面電磁波的時候的經驗 我們知道要解這個 好 那現在 我們 把三維的 這個是一個 3Dimension 一個 一個Laboration的符號 那麼因為它同時要對X Y Y跟Z 這三 它有三種 就是說這個東西 比如說迪卡爾座標裡面 它是Parsure 平方Parsure E X OverParsure 平方Parsure X 那麼 它還有Parsure 平方 OverParsure 平方Y等等 那麼 我們就把 接面的座標 跟重座標 Z方座標把它分開 分開 也就是說 這一個Operator 我們可以寫成這兩個Operator之和 這個是接面的 這個是縱向的 好 那麼 接面的我們暫時擺在這裡 那麼 縱向的呢 那就是Parsure Square OverParsure Z Square 好 那現在這個E 這個 先Operate在E上面 E電廠上面 然後這個作用在電廠上面呢 就是把這個 Exponential Exponential 這個 對Z 微分兩次 對它 微分兩次 就由 負 γ乘上 負 那就變成 γ square 對不對 那這個 它本身還是存在 因此 它就變成 這個式 OK 好 H場也是一樣 把這個 變成 兩個Operator 那這個Operator 作用在H場上 就變成 γ square H 那麼 我們把 這個 跟這個量 分別帶到這個式子 跟這個H 這個式子裡面 帶到這個跟這個式子裡面去 那麼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一下 比如說 我們拿這個來講 這個 del square xy e 就有了 後面這個呢 還要加上一個ke 對不對 γ square 又加ke 那就把這個 括弧起來 這個括弧就是 γ square 加k square 1 那我們 其實可以把這個 γ square 加k square 用一個h square 來帶 h square 因為這兩個是常數 我們令h square 等於這個 所以以後要記得 如果你的Helmerholtz equation 這個 是用這個式子 就是這個 這裡用k k 用k 如果你是用這個 橫接面的這個 這個動東西的話 這個地方要用h 這個地方要用h 好 用h 等等我們底下就可以 看 我這裡是先提醒一下 好 那現在啊 我們就要看 上面這個電廠 這有三個分量 h長 也有三個分量 這六個分量的微分方程 都是一模一樣 對不對 一模一樣 那你要解這個一模一樣的式子 你解六次也沒有意思啊 都是同一種solution啊 其實我們說 你只要解一個就好了 比如說 你解一個電廠分量 電廠分量 電廠分量解出來呢 那h長的分量 我們就可以 因為h長跟電廠啊 它一個是法拉利定律 一個是amperes law 都是電廠跟h長有關係 比如說你解出電廠 那h長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求出來 或者你解出h長以後 那電廠是什麼 那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安排定律折出來 比如說我們現在利用這個式子 就是說我們先看 電廠跟h長有什麼關係 我們現在把法拉利定律啊 把它展開 這裡我們只是用它的 Facial form 時間部分我們先不管它 好 Curl1 Curl1 Curl1呢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它可以分成Cross-section component 跟這個縱向的component 就是這個 那現在我們就 把這個式子 因為這個做Curl 這個operator 我們先把 比如說這個式 先把這個當常數 Nero operator Curl這個 然後再加上把這個當常數 把這個當常數 把這個當常數 然後 好 那現在我們可以把exponential 這一項 比如說這一項 先 擺在這裡 這一項呢 我們 這個 對Dell做 operator 那這個 那這個 它只有Z這一部分存在了 所以 它對Z做 Partial derivative 它就變成-Gamma 然後 它的 因為這是一個gradient gradient是有方向的 因為它只有Z component 所以是AZ Cross 這個東西 Cross 這是這樣的 這個等於這個 那麼現在我們又把這個式子 寫下來 等於下來 exponential-Gamma Z 次方在這裡 Curl1 我們可以寫成這樣子 這是迪卡爾座標的 行列式 這是它的三個分量 Partial over Partial X Partial over Partial Y 這個就是它的三個分量 後面這個呢 後面這個 我們可以把 我們現在 可以把這一項 提出來 這樣提出來 這是AZ cross E 它有三個分量對不對 三個分量 AZ cross AZ等於0 就不要管 AZ cross AX等於AY AZ cross AY等於-AX 就是這個 這兩項 這個是 這一步等於這一步 好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行列式把它展開 比如說這一項 先程上AX AX有這個 E Z Partial E Z Partial Y 然後還有哪一項呢 還有這個 這個 AX項 也是AX 不過它是負的 Partial EY over Partial EZ 就是這個 這是行列式裡頭出來的 這個是後面這個東西 後面這個東西 AX 這一項 AX OK 這一項 看到沒有 AY 那第二項也是一樣 第二項呢 我們就把Y Y 把它 按照行列式的乘法 乘出來 然後把這個Y項寫上去 就是這一項 還有Z Z這一項 那它就是 只有行列式裡頭的這個 只有這個 跟 這個 還有 這個 後面就沒有了 所以它只有兩項 其中我們要說 因為 EY 跟EX 它只跟 橫向坐標有關 跟Z坐標有關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 Partial Derivative Partial EY over Partial Z 或者Partial EZ 或者Partial EX over Partial Z E EX Partial Z 這個都是零 都是零 於是這一項呢 你看 這個是零了 對不對 它只剩下這一項 加這個 這裡頭啊 這個是零了 所以它就剩下這兩項 這項還存在 好 那麼 這個是 Curl E Curl E 我們現在 這個 算了半天 只算出左邊來 那 右邊呢 是負 J Omega MuH 向量 那我們把這個H 用這個帶 然後這個H 用它的三個分量 表示出來 那麼 就等於這個東西 好 那現在 Curl E 要等於這一項 對不對 好 這個向量 要等於這個向量 兩個向量 相等的時候啊 它的三個分量 就是 它個別的分量 都要相等 個別 X分量要跟X分量相等 Y分量要跟Y分量相等 Z分量跟Z分量相等 就說這個 等於這個東西啊 那於是 這個等於這一項 這個等於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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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 我們 我們這裡就得到這個關係 得到這個關係 同樣的道理啊 我們就展開 安培定律 這個 這個我就不展開了 同樣的 做法 你們其實回家 可以自己做一做 像這種東西啊 你要做過一次啊 你就心裡頭就會很踏實 以後雖然就忘掉了 那麼 看著書本把它抄下來 但是 你心裡知道 我知道它怎麼來的 好 然後我們就由這一組 跟剛剛這一組啊 我們 可以得六個關係式 六個關係式 我們比如 因為 就在這裡 我們就看這個好了 這個X分量 不是等於這個X分量嗎 對不對 就是這個式的 就是這個式的 這個分量 不是等於這個分量嗎 就是這個式的 這個分量等於這個分量 就是這個式的 前面也是一樣啊 我們就得了六個 這樣子的關係 這六個關係啊 我們現在把它整理一下 統統用 E0 EZ0 跟HZ0 來表示 就變成這個式的 這個式的 一定要記得清清楚楚 以後啊 我們比如說 你解除電場 比如說我們講這個 Tm Wave Tm Wave的話呢 你要先解電場 電場解出來 它的HZ等於0 就不要管它 其他四個就由這個解出來 T1也是一樣 所以你要記得 這個 尤其現在你要記得 10 但是16 到10 但是19 這四個式子 我們以後常常會提到 常常會提到 這個式子是根據我的講義上面的順序列出來的 列出來 那麼這個裡頭的H Square就是 Gamma square加K square 就是我一開始講 講過這個Gamma square加K square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 H square來代表 好 現在我們 講到這個以後 現在就 簡單的講一遍 你要解坡島中的坡函數 就是說坡島中的電場 它的H場 你要怎麼解呢 比如說你要解電場 寫EZ 當你比如說 Tm Wave Tm Wave 它指EZ不等於0 HZ等於0 那你就解這個 從這個式子裡頭 解EZ EZ解出來 HZ是0 EZ解出來 你把它帶到這裡頭去 帶到這裡 帶到這裡 不就可以把這個解出來嗎 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樣啊 如果你是Tm Wave EZ等於0 HZ不是0 但你就解HZ HZ解出來 EZ是0 這個通通沒0 那這個不是0 你把HZ 你把HZ帶到這裡 你就把其他四個分量解出來 這句話要記住 這就是以後我們要解 坡島裡面的 它的電場跟HZ的分量 就是用這個方法 用這個方法 用這個方法 好 那麼 我們要解 我們剛剛說 有這兩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 不是同時解 這個EZ不等於0 EH就是0 EZ等於0 EH就不是0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分這兩種 分這三種 如果這兩個都是0 叫做TEM Wave 如果說EZ等於0 HZ不等於0 這叫做 橫電波 就是HZ不等於0 EZ等於0 分成這三種形態 三種形態 各種形態的波 它的傳播性質不相同 我們以下就是要 介紹這三種形態 它的一般的特性 先講一般的特性 首先我們介紹TEM Wave TEM Wave裡面 它的 就是EZ跟EHZ都是0 因為它 電場跟HZ都是橫向 縱向都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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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有問題了 縱向都是0的話 你看 我們最後不是分成這幾個式子嗎 對不對 這個也是0 這個也是0 那這個等式右邊 統統是0 那你這個 那個這個全部都是0了 但是我們知道 如果H不是0的話 你這一邊 這個括弧都是0 那麼這個是0 但是如果H是0的話呢 那這是0 over0 這是一個不定值 不定值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說 有一種可能就是說 H要等於0 H等於0 所以 所以在這個時候 由於TEM Wave 這兩個分量都是0 0 那麼16到19 這兩個 這四個式子 都變成沒有意義了 除非怎麼樣 H2 好 那H2是什麼呢 它是Gamma加K H2 Gamma2 加K2 那麼Gamma我們這裡 特別加一個TEM 因為現在這個狀況呢 是 恆電磁波 所以我們加一個這個式子 好 那這個都等於0 於是我們把K 這個式子K平方拿過來 K平方 就變成-K平方 負K平方 兩端K平方的話 它就變成JK K又等於Omega乘上 所以Gamma TEM 要等於這個字 所以 TEM波的像素 我們知道這個 Phase velocity 它是Omega over K Omega over K 這個我們在前面電磁波呢 都講過 對不對 那因此 它就等於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 跟一般的平面電磁波一樣 一樣 那現在將這個 Ez等於0 跟Hz等於0 分別帶入這兩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 一個是10 帶去14 一個是10帶去15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這個 一個是這個 14ab 有沒有寫ab 一個是14b 15a 分別帶到這幾個式子裡面去 你看 Ez是0 這一下沒有了 Hz 是0 這一下沒有了 這個 這個等於這個 這個等於這個 這兩個式子相除 我們就得 Ez TEM 這個正好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它的 Wave Impedance Wave Impedance 因為它是 傳播是 從Z方向傳播 Z方向傳播的話 那我們挑的電場 就是 要跟Z垂直的 就是Ex跟hy 因為 x cross y 是Z方向 所以 是 這兩個筆子 這兩個筆子 從這個式子裡頭 可以知道是 等於這個值 又等於這個值 等於這個值 等於這個值 或者帶到這個地方來 就會 使這兩個值 都等於 更好 mu over ε0 你看這個 就是什麼 就是以前 我們在 沒有邊界 的 界電子裡面 傳播的 平面電子波 它的 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所以 TEM Wave 跟無邊界的 平面電子波 它的特性 你看都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好 那麼 同理呢 把這個 帶到另外兩個式子裡面去 我就 這個 因為同樣的道理 我就 很快的講過去 不過它要等於什麼 如果你是用EY 是用HX的話 呢 這裡要用負號 這裡用負號 那麼 同樣是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 TEM Wave 的固有 主抗 是等於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 intrinsic Wave 是嗎 有以上的結果 我們知道 在波島內傳播 在波島內傳播的 TEM Wave 它的像素 以及固有的 波主抗 都與 波的頻率沒有關係 你看 這跟頻率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它的 Face velocity 這也跟頻率沒有關係 跟頻率沒有關係 好 再來 那再來 就是說 因為它有這個 這個式子的關係 跟這個式子的關係 那就是 E cross Y 等於 正Z 如果是 EY cross HX 就是 負Z 負Z 因此 就是 我們以前講 電磁波的 傳播 它的電場 跟磁場 傳播方向的關係 我們以前不是 介紹過這個式子嗎 那以前在 平面電磁波裡面 這個是用 現在我們就用這個 這兩個式子 還是可以用 這兩個式子 這很重要 我想我們現在都 對它都很熟悉了 好 現在我們 現在看 這裡就告訴我們 TEM Wave 它不會存在一個 單一導體製程的 導波管內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導波管 像這個 空心的 圓柱形 還有將來我們要講的 這個 矩形的 矩形的就是說 它的界面是一個 長方形 或者是圓波島 空心的圓柱形 空心的圓柱形 它裡頭啊 是空心的 沒有導體 這個叫做 單一導體製程的 坡道 如果你這個坡道 用的是 同軸電纜線 那就不一樣了 同軸電纜線 它的軸上面 有一個 十 就是一個十星的一個導線 它裡頭有導體 那這裏就說 那這裏就說 TEM Wave 如果在一個 單一導體製程的坡道內呢 就是說它不會存在於這個坡道內 不會存在 為什麼不會存在呢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兩個式子來看 這個是一個圈圈 一個圈圈 就是封閉路徑的積分 這個是法拉第定律 這個是Ampere's Law 你看 在裡面的電廠 跟H廠 還是滿足這兩個式子 比如說我們 現在的電廠 現在的坡叫什麼坡 TEM Wave TEM Wave TEM Wave 就是說它的電廠跟H廠 都是 只有橫向分量 就在這個 這個橫接面上面有分量 沒有縱向分量 因此 假如我們把它的電廠 在橫接面上面 因為它有橫接面的分量 做一個closed path integral 封閉路徑的積分的話 它要等於什麼 等於穿過這個封閉路徑的 magnetic flux 就是時間變化率 這個就是要穿過這個封閉面 但是它的H廠呢 也是只有接面 沒有縱向分量 所以這個也沒有縱向分量 這個沒有縱向分量的話 這個 這一項等於什麼 0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0了 電廠也不存在 就是說 這個時候 就是不可能 就是說你這個時候 因為你兩個都是TEM Wave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不等於0 而這個等於0 這個不對了 因此 我們說 你這個也是一樣 你H廠是 它是橫向分量 所以它的closed path 講說不是0 那麼 但是 你裡頭又沒有導體 裡頭沒有導體 不可能有 有實際上的電流 這是真正的電流 穿過這個界面 這個就是電廠隨時間的 電廠的flux隨時間變化 要穿過這個線界面的 也不可能有 這邊就是這個 因此我們說 TEM Wave 它不可能存在用一個 單一導體製成的波導內 另一方面就是說 用理想導體製成的 同軸電纜線 因為內導體存在 不可以傳播 因為內導體存在 它有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帶狀的二導體 就是兩個平行板的導體 兩個平行板的導體 它是兩個線的導體 它不是單一的線 那麼它也可以有這個TEM Wave 就是單一導體 像這個圓柱導體 圓柱的坡導 跟這個矩形坡導 都不可以有 好 現在我們 上面是介紹的TEM Wave 就是上面我們講TEM Wave 不可以存在這個裡頭 現在我們來看它的 磁痕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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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痕坡呢 我們首先看它的定義 看它的定義 就是它的磁場 在傳播方向上面 沒有分量 就是HZ等於0 但是 墊場呢 會有分量 墊場 可能會有這個量 於是 我們就把它帶到這個式子裡面來 解這個式 我們三次不是說 這個等於0的話就解墊場 對不對 墊場解出來以後呢 就帶到這個裡頭來 要記得 要記得 這個是0 就是16帶去19 HZ等於0 所以右邊就剩下這一項 帶到這個裡頭來 我們可以得到其他的 四個分量 其他的四個分量 這個記住 以後要常常用這個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記住 好 那麼 Chain這本書 它 介紹一種新的方法 比如說我們將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它其他四個分量要滿足這個關係 我們看這個電廠的關係 它的 恆接面上面只有 EX跟EY 電廠只有EX EY H廠只有HX跟HY 現在我們看 這個分量 這個分量 我們把 電廠把它加在一起 電廠加在一起 我們就用這個符號來代表 用這個符號來代表 這兩個加在一起 我們可以從 從這個式 你把這個提出來 這個 那就是 就變成這個東西 那這個呢 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從剛剛那兩個式子裡頭 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來 就是這樣子 我們也可以 解這個式子 那麼 這個 跟這個 一旦解出來了 比如說我們解出電廠來了 意思就是說 你解這個東西 Easy 然後我們可以 可以有這四個式子 對不對 我們先不用講 先不解這個 解這個 你把這個對這個 做一個 一次為分 一次倒函數 求出來 就是這個 等於這個 那我們就可以得 這兩個分量 這兩個分量得出來呢 你這邊 要不要再這麼做呢 不需要這麼做 不需要再去這麼做 我們就用 這個 我們剛剛不是介紹過嗎 它的 Field impedance 等於這個東西嗎 你現在知道這個 不就可以解這個嗎 你知道這個 不就可以解這個東西了嗎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式子 來解這兩樣 來解 Hy 跟Hx 你這兩個解出來 用這個解就好了 這裡只是告訴你方法 因為 我們 目前只是一般的 它告訴你以後 所有的形狀 其他形狀的這個wave guide 都可以照這個方法來解 都可以照這個方法來解 所以它沒有告訴你這個 其實是什麼形狀 所以就是告訴你這個方法而已 它以後 等於等於我們就會介紹 平行版的波導 或者矩形波導 那個時候你就要記得 有這個程序 我們就按照這個程序來解 現在這裡要我們特別注意的就是說 這個z tm mode 跟我們前面講的 t gamma tm mode tm mode 不一樣 跟這個不一樣 跟這個不一樣 就是說這個 不等於這個 那麼 也就是說 tm mode gamma這個 因為gamma 在tm mode的gamma 跟tm mode的gamma 不相等 所以t 所以gamma tm mode 它不是這個東西 如果 它是這個東西的話 那麼你把它帶進去 它就會等於剛剛那個 根號 mu over epsilon 那現在它不是 好 但是這個關係還是可以用 這個關係 仍然是可以用 好 那現在我們就要介紹 當我們解 這個 這個 微分方程的時候 z 因為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跟邊界有關係的 對不對 跟邊界有關係 這是對邊界 這個地方來 對橫接面的座標來講的 為了要配合這個 橫接面的 邊界條件 像這個式子解出來呢 h 不是一個 隨隨便便的 不是任意值都可以 它只有某一些特定值 才能夠滿足這個式子 那麼這個 H值呢 我們就稱它叫做 characteristic 為values 或者是稱為 eigenvalues 本真值 這個我們 等一等就會 介紹 這個在電磁學裡面 應該講的很多 在以下幾節 我們發現各式各樣的坡道 導波管 它的h值 h值 是時速 h呢 與傳播常數之間的關係 是這個關係 h都是時速 而 γm跟h之間 γm h k之間有這個關係 這個要記住 這個要記住 因為這個h平方 γ平方 加k平方 h平方 就是γ平方 加k平方 有這個關係 有這個關係的話呢 那麼 我們現在 就要看了 這個時候 如果這個γ值 γ就是傳播常數 propagation constant propagation constant 它又可以分成時速部分 alpha 加上j beta 虛速部分 如果 這個 僅僅是 時速部分的話呢 那它就是alpha 那這個p 這個p呢 一邊傳播一邊衰竭 那就傳不過去了 那傳到一定的程度 那就 就變成0了 那麼 如果這個是 虛速的話 是j 虛速你就可以 當作j beta 那它就可以傳播 因此啊 你看 如果h值 大於 h平方 大於這個平方的話呢 那這是時速 不能傳播 h平方 小於這個 這個值的話呢 它就可以傳播 那因此啊 h等於這個值 就是它的一個分界線 h等於這個 h大於這個 不能傳播 h小於這個 可以傳播 所以我們說 所以我們說現在 我們說 γ0啊 就是這兩個範圍 一個是可以傳播 一個是不可以傳播 這兩個範圍的分界點 γ等於0 這個等於0 好 當電磁波的角頻率 等於某一個特定頻率 omega c 的時候 就是說你apply這個 就是我們 運用 運用的 運作的這個頻率 如果是某一個頻率 這個頻率 我們定它叫做omega c c等於我們知道 它就代表cut off的意思 cut off frequency 如果h平方 它是等於 因為 要等於0的話 就是h等於這個 你要等於 那現在h 如果等於omega c omega c平方 mu epsilon的話呢 那omega c就等於這個 這就是等於這個頻率的時候 然後 你的驅動頻率 等於這個頻率的時候 就正好γ等於0 γ等於0 這個特定頻率 omega等於這個 那omega c呢 就等於omega over 2pi 這個叫做它的frequency 這個叫做截止頻率 cut down frequency 就是你的頻率是這麼大的時候 就不能傳播 比這個大 就可以傳播 比這個大就可以傳播 好 現在 我們就看 所以tm mode的γ值 跟h 有以下的關係 我們本來是這個式子 我們現在把h平方 讓它等於omega c平方 mu epsilon 那把h提出來呢 這個式子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那麼這就是它的propagation constant 那麼我們說 它現在有兩種範圍 一個就是可以傳播 一個是不可以傳播 兩個範圍 我們就分成這兩個範圍 我們分成這兩個範圍 感谢观看